第一题,第一题到第五题是题主 拉瓦杰被春春为近代化学之父 他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将化学从定性转变为定量 借由精确的测量,作为理论的证据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质量守恒定律 在课本中我们也尝试过两个实验来证明质量守恒定律 请回答下类问题 第一题是问,实验一 氯化钙溶液加碳酸钠溶液的反应 实验过程如图所示 请问可以观察到什么现象 在上学期我们已经学过了 氯化钙加碳酸钠会产生碳酸钙跟氯化钙 碳酸钙是白色沉淀 所以我们的选项A说有白色沉淀 且会呈乳白色,这个是对的 那么这个反应并没有气泡 所以B说有气泡沉淀是错的 那么我们的碳酸钙沉淀了 那么氯化钙溶于水 所以它并不会水溶液分纯上下两层 选项是也是错的 那当然更不会是没有任何反应发生 因此第一题问我们说 请问可以观察到什么情况 我们答案选的是A 有白色沉淀出现水溶液呈现乳白色 然后再问一下 好